委員會8個裡面有6個 都去排參訪行程 因為520前的症候群 他唱空城記 空城記每次這麼長 1月10上到520 立委之無用 官員之無用 拖屎狗嘛 那個立院帶墮 你知道8個委員會 完全不用審法案了 你知道為什麼 委員會 有8個裡面有6個 都去排參訪行程 有啊今天國上班 你都會啊 你唱空城記 你如果立法院 因為520前的症候群 唱空城記 他現在還6個委員會 都無法案可審 都唱空城記 你知道我們 你知道這很嚴重耶 我們喔 其實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國家到底怎麼了 麗秉明知道說 你立委2月1號要就職 可是你總統1月13號選 可是等他就職的時候 已經是520了 我知道他的優傳媒 他還寫那個空窗期 空窗期每次這麼長 不管在野在草 都在那邊叫 你從1月13號到520沒事 可是綠營的立委 就把它體現出來說 520到1月13號到520 立委之無用 不用有用處 官員之無用 很簡單 拖屎狗嘛 為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也在立法院待過 我們立法院以前那些老同事 都在講說 我試一下都在選 不分黨派 大家都很清楚 他說你這時候質詢 陳建仁院長 他要給他答應一下 每個都是橡皮糖 不是他要來 你把我罵死了 回到我答應你的 我不是黃牛嗎 我罵黃牛為什麼 我相信陳建仁 某些時候他高義人 他不聽你騙 問題是他結構上的缺陷嘛 他現在答應你 然後呢 520 519下台一局公 那吹牛啊 我保證 我保證 沒有一項可以 對 沒有一項可以延續 我就不曉得 兩個招委 不是藍的就是綠的嘛 是你們航洩一氣是說 這個期間 是誰排了要去參訪 綠的想要唱空城記 綠的想要去參訪 不留在委員會 而且讓官員 問也沒好問 但是藍的也這樣搞嗎 那委員會是初審 他沒有讀 他其實不叫一讀 你初審過了以後 你才排到院會 二讀三讀 所以你這個委員會 你不開張 大家都去參訪 我覺得真的 那個立院帶墮 真的 我真的前所未見 這個委員會放單杯 六個委員會 不排審 你就算在那邊草草 鬧鬧也好吧 六個委員會 全部排參訪了 連司法委員會 就黃國昌想要開會 都沒有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現在是4月8號 離520 說實在的 還有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就放空了 大家 你快樂我也快樂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荒唐 我就敢這樣幹 真的很荒唐 你以為我們死了 還是瞎了 還是容了 你以為我們是怎樣 是 對 我不是故意想要開會 我不是故意想要開會 由於 你在哪裡